农粮署推动稻米产销器座集团产区计划 鼓励生产优质国产米 今年79个产区大约3万公顷的农地当中 就有2.4万公顷取得了产销履历验证 农粮署特地从中评选出了优良毫米进行表扬 农粮署长胡忠一亲自颁奖给得奖者 他们手上拿的全是农粮署评鉴 在稻米产销器座集团产区计划中 脱颖而出的优秀毫米 生产的是品种品质跟品牌三品合一 是消费者所喜欢的 也是国内跟国外都具有竞争力的稻米 民国94年起农粮署推动计划 鼓励具有品牌经营能力的粮食业者 农民团体和器座 高标准的栽培管理模式下来生产优质国产米 今年79个产区器座面积有3万公顷 其中有2.47万公顷取得产销履历验证 品质有保证 这些集团产区跟我们的稻农做器座 器座的价格都优于政府所收购的这些价格 它只要以合适的量 合理的量最优品质的这个稻米来行销 它的收益可以比来脚工粮还要高 农民种好米还能卖好价提升收益 形成正向循环 这特别综合报道 我会说的事是否有在损论的 我会想到这些价格的价格